一纲重磅发生 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摆善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看六大重点 人民银行行长一纲 近日就金融领域热点问题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二 精准实测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的支持 支持高质量发展 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 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直达工具的实施 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原则 四 支持探达风探中和的专项工具年底前落地 立即今年年底之前将向金融机构发放第一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 强化反垄断取得时效 六 个别房企出现后 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积极采取措施 稳妥有序化解风险 满足居民和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 市场预期正在逐步改善 今年以来 普惠小微贷款已经支持超过420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 一纲介绍 去年央行创造性地提出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是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 二是加大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力度 一项是探检牌支持工具 支持清洁能源 节能环保 探检牌技术三个重点领域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 金融业综合统计等各项制度 金融市场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